基隆市长谢国梁上任后 积极推动在学校以及重要路口等热区 划设绿色斑马线友善行人通行的政策 受到基隆市议员的肯定 市议员也不断建议在某些车流量大的路口 应该继续划设绿斑马 我想警察局都有记录 哪个路段常发生车祸 这个部分也应该列入 我首先只希望增加一个地点 就是新峰街 新峰街车潮人潮非常之多 我个人就处理了十几件的交通意外 我希望新峰街能够优先纳路 那本期是建议说微笑台北口 因为也是时常发生车祸 那所以呢应该要增设这个绿色的斑马线 因为德河国小跟德安路口其实很近 如果可以的话看可不可以一并化制 保护我们学童跟新人的安全 不过台南最近又发生 三岁女童过马路不幸被车撞死的意外 因此有市议员就建议市长谢国良和市政府交通处 应该在十字路口划设专用石像或是行川线 也就是斑马线的退缩 避免左右转的车辆和行人都可以通行时 可能发生的碰撞危险 当行人让完之后已经红灯了 后面一直打车 所以后来我们有变成有一些地方 红灯右转就取消掉了 为了这样塞车的问题 所以我建议新北双北 他们有很多的地方是用对角线的方式 行人走的时候专心让行人走 车辆全部停下来 不然你这样塞也是倒塞嘛 倒不如因为有时候右转的时候 不小心会有冒一个行人出来 甚至有些行人现在在马路上乱放 甚至还有碰撞的事件发生过 我亲自看到的 如果市长想要把它提升为 最没有障碍的一个城市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进一步来思考 包含了所谓的行川线的退缩 庇护岛的一个设计 来增加我们行人在道路上面的安全 市长谢国良在综合大讯师表示 市政府已经积极向中央争取相关预算 持续设置画设绿斑马 以及相关友善行人的设施 提升行人过马路的安全 我们现在这个已经有 包括七个八个学校 七个学校 包括安乐高中 五轮国中 综合国小 成功国中 东信国小 深美国小 跟正名国小 我们讲的 已经有一些周边的一些 校园的交通环境的改善 那是属于我们的通学的步道 通学的步道 另外在本市五十八校里面 我们也争取了交通号制标线 行人穿越到就是俗称的绿斑马等等 也有争取了五十八校 所以我们其实都很关心 而且都有积极在争取 而根据媒体报导 交通部目前最新政策 如果短期内没有办法改善 行穿线的划设 则要推动行人专用时项 或是早开时项 也就是改变交通号制 当行人绿灯时 所有车子的灯号都是红灯 全面里让行人通行 不用再顾及左右来车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